我和我男朋友是相亲时候认识的 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对他的感觉非常好 他的个子、长相、身材 都是我理想的未来老公标准 再加上他是说话声音很柔和 为人也很孝顺、很懂事 所以我对他可谓是一见钟情 他对我的感觉也不错 所以第一次相亲的时候 我们两个基本上就确定了男女朋友的关系 从那以后 每天晚上我们两个都在网上聊天 隔几天还互相打电话 每次一通电话最少都是两个小时 仿佛两个人总有说不完的话 由于我工作的地址 距离和他的工作地址很远 可以说是一个城市的最南边 和一个城市的最北边了 所以说每次见面非常困难 而且说我的工作也非常忙 本来就没有闲暇时间去做别的事 每天除了工作就是睡觉和吃饭 非常的辛苦 所以见面成了我们两个最大的问题 后来他们公司正好在我们这边开了一个分公司 他有幸被公司安排到了我们这边 这让我们两个人都格外的欣喜若狂 因为这就意味着我们两个可以天天见面 天天在一起甜蜜了 来到我们这的第二天 他就在我们公司附近不远租了一个小公寓 让我过去和他同居 后来考虑到和他的感情非常好 再加上我的父母也同意了我们的事情 所以就很害羞地跟他同居了 同居的生活中发现他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 真的让我非常开心 闺蜜都夸我这个男朋友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男人 三个月初的时候 他邀请我去他家吃饭 说他的父母想见见我和我聊天 我也同意了 第一次见他父母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父母对我非常吝啬 我第一次去他家吃饭 竟然连饮料都没有买 而且做的菜也就两个婚的 让我非常不满意 后来想着未来的日子和我男朋友两个过的 我也就没在意 就这样跟我男朋友爱情长跑了两年多时间 我父母就催促我赶紧把婚结了 这样耗着也不是事 后来我跟我的男朋友商量 他也同意了 所以我两个决定下个月的18号结婚 可是谁也没想到 结婚的时候 买房子这件事情 我们两家竟然吵了起来 原因就是他妈妈家里面 钱不够付房子的首付 让我们家出一小部分钱给他们家 可是却说房产证上不加我的名字 后期再还我们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 觉得他们家太荒唐 怎么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 别说我父母不同意 连我也不可能同意的 后来我说 但是有一个前提 二老请把房子全款买下来 我无话可说 否则的话 婚后我还得跟着还房贷 让我还房贷还不加我的名字 那是不可能的 实在不行 这婚也可以不结 你们找个别的姑娘试试 说完我就想走 他们一家三口 倒是都不硬气了 生死把我拽了回来 我知道他们没钱付全款 后来房子写了我俩的名字 才把婚给结了